注意看,这个男孩有多损 竟把蚯蚓倒进炸汁机 只为给鸽子做顿早餐 碰巧老妈刚锻炼回来 顺手就把蚯蚓汁给喝了 没想到,小味还不错 这天,窗外雷雨交加,电闪雷鸣 原来是天使们在打保龄球 侯墨在给孩子们讲鬼故事 他编得有模有样 却把自己吓得一机灵 原来是只受伤的信鸽 丽莎最怕尖嘴动物 巴特就把鸽子放在他手臂上 巴特收养了鸽子 不仅给他洗澡,还为他配种 在他的悉心照料下 鸽子的翅膀逐渐恢复 到了与鸽子分别的时刻 巴特的心体有些失落 没想到,鸽子又飞了回来 巴特决定继续收养他 红魔为鸽子做了新家 但这质量着实让人堪忧 巴特与鸽子朝夕为伴 逐渐日久生情 凤小镇上将举办一场赛哥大赛 巴特怕鸽子受惊 突然,狗子一口叼住鸽子 负责了围追堵截 终于制服了狗子 可没想到,他把鸽子给吃了 巴特还想抢救下 但狗子已经吞到了肚子里 巴特失落至极 亲朋好友为鸽子举办了葬礼 他恨死了这条死狗 家人带巴特看心理医生 医生建议,最好把狗子给扔了 他们宰着狗子 准备给他找个新家 一家人来到鸵鸟乐园 本以为主人的宠物很友好 直到看到鸵鸟汉堡 巴特单独跟狗子告别 告诉他不该杀死一只鸟 猴沫接了一通电话 这时鸵鸟抢走他的手机 猴沫要好好教训这畜生 下一秒,却被鸵鸟反杀 他又捕了两拳 一流烟逃了出去 这时鸵鸟来到巴特身后 对他展开疯狂的攻击 马西和丽莎还在逛礼品店 对巴特的遭遇毫不知情 巴特被追到无路可走 这时他想起狗子 可狗子又想起巴特的告诫 永远也不能杀鸟 恶魔之子岂是好惹 抄起家伙狂扁大鸟 奈何对方人高马大 巴特使用了祖传掐薄术 终于掐死了鸵鸟 巴特这才彻底领悟 现在他和狗子都是杀鸟的恶魔 更值得高兴的是 今天的晚餐也有了着落